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影响股价变动的因素中 宏观经济周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对企业营运和股价的影响极大 经济周期包括扩张、高峰、收缩和低谷四个阶段 了解经济处于周期哪个阶段 都有助管理风险和优化回报 当经济处于扩张阶段 经济活动由负转正 增长加快、通胀低期 在宽松弹吹中性的货币政策之下 盈利快速扩张、企业的财务状况普遍改善 一般来说 奉力股、价值股、增长股 和中小型股都表现较好 在经济周期的高峰里面 在中性货币政策之下 经济活动积序动力 顺态增长强劲、盈利增长见顶 通胀逐步回升 利率趋势向上 通常 优质股、低波幅股 和大型股都表现较好 在经济紧缩期间 通常和经济活动高峰同时发生 增长开始放缓 经济开始过热 产能受到限制 劳动力紧张 导致通胀继续上升 货币政策收紧 即是优质股、低波幅股 防守股、大型股 都表现较好 在经济低谷期间 经济活动收缩 企业盈利下降 顺态需求低迷 财务状况差的企业面临倒闭 货币政策变得更加宽松 库存逐渐下降 为下一次复苏做好准备 值得留意的是 在低谷初段通胀见顶 优质股、低波幅股、防守股 和大型股都表现较好 而低谷尾段通胀下跌 价值股、高度周期股 和小型股就表现较好 经济周期影响股价变动 但两者的变动周期 不是完全同步 通常的情况是 无论在经济周期的哪一个阶段 股价变动总是比实际的 经济周期变动要领先一步 即是经济收缩之前 股价就已经开始下跌 而在扩张之前 股价也已经回升 至于在经济周期未步入高峰的时候 股价就已经见顶 而经济仍然处于低谷期间 但股市已经开始由谷底回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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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